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辨识人W的诉讼案判决至今已过了五个月 判令暂缓一年生效 中审法院裁定婚姻条例内女性定义 应该包括经过辨性手术后由男辨女的辨性人 辨识人W在法律上的女性身份 因此符合了婚姻条例内女性定义 政府申请过延长暂缓已被拘 表示政府要在余下半年内成立相关委员会 并且修订有关法例 若果政府在限期内未能定立相关措施 将来有其他辨性人去注册结婚时 而再被拘 法院便会按着判决的原则审理 而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提出在10月30日的 动议辩论 促请政府遵照法院的裁决 启动修改相关的法例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他提出的是跨性别婚姻 而不是变性后的人的婚姻 中审法院的判决涉 涉及完成手术后变性人的性别身份 而不是为跨性别人士设立婚姻 法院确立了经过变性手术后的新性别 可以适用在现有的婚姻条例中 关于男女两性的定义 因此政府无需为婚姻另立一个名目 制定所谓的跨性别婚姻 在全球的同性戀运动中 跨性别人士是其中一个同志群体 亦都是LGBT中的T 我们观察到跨性别人士 和一般接受变性手术的变性人 他们是有不同的诉求 他们亦都有特定的社会改革议程 跨性别的同运人士 他们推动降低更改性别的门栏 期望只需要完成部分手术 又或者更激进的是 不需要经过任何手术 只要按着个人的意愿 就可以更改身份证明文件上的性别 在受到同运文化影响深远的地方 其实这都不是一些新事 在美国华盛顿州 有一个有男性性器官的变性人 因为无需进行完整的变性手术 就已经得到一个新的性别身份 他就在女根衣室里面 坦露男性的下体 令到在场其他女学生 觉得很不安很尴尬 但在当地的性别认同条例之下 学生和家长的反对都是无效 而在科罗拉多州 一名六岁的男孩 他小时候被诊断了有性别认同障碍 就得到一个女性的身份 而去到学校的时候 为免其他学生尴尬 学校就提议 可不可以用男女共用的厕所 而不是女厕 那最后学校被控歧视 跨性别的同运人士 他们另一项议程是 希望打破社会里面的两性界限 除了男或者女 应该有更多其他的性别选项 在2011年澳洲就宣布在护照里面 加入X作为一个新的性别 也有第三性别 被认定自己又不是男又不是女的人 去选择 纽西兰都有相似的法例 而英国也在酝酿中 支持第三性别的主要理据 就不是建基在一些生理因素 例如基因或者荷尔蒙分泌 而是個人权利和自由选择 在香港虽然这些呼声 并不是浮现得很高调 但立法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民意机构 在进行相关的讨论的时候 也不应该混淆不同的概念 应该清楚指出相关的情况 让社会大众知道 蒙胡了两性的界限 或者取消了两性 增测第三性 甚至第四性 第五性之后 社会需要面对一个如何变化 由此衍生一些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 以及对下一代有什么影响